好几枚火箭带快速划过天际 也照亮缅甸木杰的夜空 国杆同盟军自10月底发起1027行动以来 持续朝政府军发动猛烈攻势 昨天短短数小时内 国杆战线部分再夺下东山区五个据点 根据当地媒体统计 截至目前为止 同盟军已攻克军政府202个军事阵地 并先够收复五座战区与四个贸易关卡 美联社引述军方人士说法 表示从未看过如此激烈的战斗 并表示基地目前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导致前兽一片混乱 不过政府均为了加强巩固据点 开始运用西海岸海军力量沿线空架民兵 更采用了集中炮击和空袭等手段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分析师迈克斯就指出 政府均正透过放弃战地 好后撤兵集中兵力 因此战斗尚未结束 不过他也表示 由于各个武装力量 目标都是抢下更多领土控制权 军政府或许可以透过在领土协议上让步 来结束这一场战争 泰国朱拉龙公大学教授帕塔尼则分析 缅甸当前局势之所以如此混乱 是因为三大力量正在互相拉锯 除了少数民族与政府的权力与利益纠葛 还包括支持汪三苏姬的民主阵营 已经逐渐转化成一股武装抵抗力量 因此尽管目前反抗军攻势 正在逐步取得进展 但由于缅甸的地理位置 以及所牵涉的地缘政治关系 就算军政府首脑敏昂来未来真的下台 缅甸会恢复成民主体制 还是陷入更深层的内战 甚至是代理人战争 仍然不得而知 继续从新雅整理报道